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在營建署的區委會裡面 許多區委會的委員 私下告訴我說 他們覺得非常的離譜 環評還沒有過 區委會就在審查 連學者專家都看不下去 我們不斷的提出各種各樣的訴求 各式各樣的數據 說這個會對國家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中興大學莊秉潔教授 用PM2.5 只是PM2.5而已 他用美國POP教授 所研究的模式 下去運算的結果 連環保署等官員都私下告訴我 這個比國光石化所委託的單位做得還要好 莊秉潔教授做了春夏秋冬四個月 但是國光石化開發單位只做四天 他只做附近幾個鄉村 莊秉潔老師做了全台灣 他做出來 國光石化運轉下去 單單PM2.5這個小道會鑽進我們學官裡面 傷害我們的心臟的PM2.5 我們台北市民每一個人要檢測15天 乘以250萬的市民 我們全國的健康準值是多少 台北市清北市是13天 台中縣四十幾天 從嘉義縣四十幾天 所以今天 今天 江華非常相當 但是芬林、嘉義、宜蘭 更相當 我們五十年醫生的高雄、冬頭 也是一樣 米其人減費收四十幾天 今天 健康的損失 死亡的成本 農藝業的損失 生態的破壞 各式各樣的外部的成本加起來 已經超過國光石化的收益 所以為什麼全台灣不分來率 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位以上的學者專家 站出來反國光 這還不夠嗎 我們二十年前 宜蘭反六輕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多學者專家站出來 也沒有諾貝爾獎的得主站出來 幫忙我們反六輕耶 今天 今天 這麼清楚的事情 這二十幾年來 我們國家 高污染、高耗能的 這些石化產業的發展政策 是改權預測的時候了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們 大家 領來台北的家庭 就是要在 馬英九總統的面前 讓馬英九總統無可迴避地面對這個問題 不要再假裝你不知道 不要再假裝宅男 不要再假裝你是火星人、外星人 你不知道台灣這個土地發生什麼樣的事 馬英九總統 你不可以 只要選舉的時候 然後來增加 都不可以 結果呢 全選一後 你什麼會都不知道 都是假 今天 他們只想要平安安穩的過日子 他們只想要有一個健康的環境 全世界都在說永續發展 聯合共在說綠色新政 就是說你在發展經濟的時候一定要重視環保 如果沒有所有的經濟發展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你說貪到這些現金 夠是拿來抵人吃藥 夠是拿來消毒這些五件 都不夠 這是了解的行李 我們今天這些彰化鄉親不是為了補彰化 他們是要補台灣 他們是要做到我們的政府來做一條了解的行李 所以說你這樣的財團賺錢 我們全台灣的伯父的民主要都要講話 馬英九總統 你要讓你的媽媽少活15天嗎 你願意嗎 胡志強市長 你要讓你的太太少活30幾天嗎 你願意嗎 胡隊醫院長 你要讓你南投的鄉親每一個人都少活40幾天 你願意嗎 不願意 胡志強市長 你要讓馬英九總統少活15天 你願意嗎 不願意 不願意 那你們為什麼要發展國光實話 講那麼清楚了 莊秉潔教授 算出來的這些數據 今天連國光實話的人都不敢說那個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的健康風險在憑什麼呢 對全國人民的生命造成危險跟傷害的 應該要來公投啊 應該要來全國公投啊 然後讓大家簽切結啊 你贊成國光實話的人 你願意少活多少天大家來切結啊 應該來公投啊 告訴大家 你贊成國光實話 韓國既然過一個中央山賣 我們就走不去耶 我記得如果我們要減養七天呢 我才不要耶 我二十幾年前反對有侵犯的半死 就是為了讓我的孩子可以快樂安全健康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啊 為什麼在中央山賣那一邊 建了一個石化工廠 我二十年後我要來受害呢 而且馬總統我告訴你喔 你少活十五天你媽媽不一定喔 因為老人家更進不起污染啊 更進不起心血管疾病啊 你是什麼樣的兒子 你要讓你的母親更會受短壽 來支持國防 你這個是什麼總統啊 你還算人嗎 這要受啦 這要受啦 這要受 所以對我們當華人而言 國光實話是一個要受鋼嗆啊 這個不是我們口誅而言 這是事實啊 我們今天是為了全台灣人民的健康站出來耶 今天不是只為了我們個人耶 為了我們個人耶 為了我們個人 我們不用這麼辛苦耶 所以在這裡 我再次就分享大家 等一下我們一個總統府 我相信喔 他可能派一個公關市的政委來去議員 你應該逮捕阿嬤喔 來這裡成績 我逮捕一年喔 跟我們說一個白衣服 結果也是沒有啊 結果 結果 後來大夫阿嬤 就走開啊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啊 我們希望發發意義啊 我們這裡的阿婆 我們這裡的阿婆 我們這裡的阿公阿嬤 我們自己都會在這裡祝蚵子啊 他說祝蚵子啊 太靈魂收拾我們的蚵子 我們就可以吃蚵子 所以我們大家 各位鄉親 九花生病是不會吃錢的 錢也是不會吃錢的 錢也是不會吃錢的 我們這裡的農民 貴民作性讚 我們還有東西湯吃呢 還有清甜的東西湯吃 有錢 有錢你可以吃 有錢的可以吃 白黑的 會讓你挑戰的東西 這個人生怎麼有意義呢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啦 有錢心得不健康也不好啦 對啊 有錢心得不健康也是不好 我們敢發出的 換國公保健康 換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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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換國公 保護台灣 換國公 保 tud 援國公 換國公 郭敬虎 欢歌歌 感谢大家